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寶可夢珠子玩到現在 老實說有沒有遇到過軟體錯誤 強制被關閉的問題啊 目前遊戲在初期真的是蠻多bug的 也有收到小夥伴說 幾個小時道館和寶組的進度都白打了 今天來分享打開隱藏存檔的方式 可能可以拯救你的失誤哦 這個尤其是用於習慣了 關閉自動存檔的訓練家們 當你的遊戲強制被關閉 或者是遇到了稀有寶可夢 例如閃光 不小心失手打死了 重新進入遊戲 停留在這個標題的畫面 周邊不要按A鍵進入遊戲哦 而是要同時按下這三個按鍵 方向上X鍵加B鍵 就可以進入隱藏存檔這個頁面 周邊會提示 你的這一份存檔 具體是保存到了哪一個時間點 但你可以思考一下再做決定 是否要讀取這份隱藏的存檔 那這份存檔 卻有可能會在 你一次手動存檔進度之前的 如果要讀取隱藏的存檔 就會覆蓋掉當前的進度 其實這個隱藏存檔的機制 在寶可夢很多代的作品都是存在的 相信很多玩家都不陌生 但還是再次的分享給 珠子心入坑的訓練家們 如果遇到了小失誤 就試試看挽回進度保護你的小心肝吧 如果想要收看更多關於寶可夢的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